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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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這是不是兩列火車正在對撞 誰會先轉彎呢 為什麼說兩列火車正在對撞 因為美國說 我要制出史上最嚴厲制裁 也就是殺傷力最大的 石油禁售令 對誰 對俄羅斯 那傷很大 那俄羅斯曾經去跟美國談 你可不可以寫一張書面給我 說你再怎麼制裁我都不會禁油 這就代表俄羅斯非常在乎 但俄羅斯也不是省油的燈 如果美國一旦禁出俄羅斯也嗆話了 他說你一旦禁我的油 我就斷你的氣 真的有可能禁出這麼強烈的制裁嗎 我們來聽子倫斯基怎麼說 這裡是夜晚的 夜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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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晚的 你知不知道 我們常常說 夜晚的 夜晚的 在海裡的戰爭 所以每天天 夜晚的 夜晚的 現在我告訴你 今天 我留在這裡 留在京都 留在京都 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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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持 我沒有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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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多少需要 為了勝利 在這 我們的 大陸的 戰爭 沒有反應 因為謊言 任何謊言 似乎 在這晚 在這天 在這天 周恩斯基一直在用激將法 說你們西方國家 都沒有好好制裁他 所以現在美國就說 嗯 我可能要記出這個 非常嚴格的制裁令 對 那普丁呢 他也嗆聲了 好當你敢斷我的油 我就斷你的氣 斷你的氣 我跟你說誰怕誰 他說我如果切斷北溪一號的話 我幫你保證 醬油標到300塊 你說這顆價 看歐洲就好 歐洲現在的瓦斯 因為一個禮拜漲得79% 以目前現在的價位 是歐元345歐元 等於相對應 石油是600塊 相對應石油是600塊的價格 就是過去天然氣跟油 其實有一個價格倫理 對應 對 但是對應如果計算的話 油應該要到600了 對 當然它現在是一個 比較不正常的漲幅 是 我們說這樣可能一兩天而已 對不對 我們先來盤點一下 全世界的石油庫存 美國的一個庫星區的一個石油庫存 那庫星區是在美國的奧 這個奧克拉河馬州的一個小鎮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個小鎮 這個小鎮是美國油管的中心點 而且它在過去的50年 它賣出了4.6億桶的石油 而且它裡面有很多的那個儲油槽 在租給民間的公司 所以來看一看一看 你看它現在我們看曲線圖 已經掉到28% 而且那個下跌的抖這個趨勢 是越來越抖 那這個28%是什麼 2015年7年來的新低 就是說全美國的擴準 舊油的擴準已經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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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沒有在怕你 我一天的供應量是780萬桶每天 但是你現在OPEC每天40萬桶 伊朗好了 伊朗你聽美國的話 一天130萬桶 中風那大桶 一天黑人桶 黑門桶桶桶桶桶 保不起來 伊朗不可能聽美國的話 因為他們現在談判恐怕要破局了 是啊 之前既往伊朗跟美國的談判 能夠談判成功呢 伊朗有機會釋放它的石油 但現在看起來應該是說不好的 百分之百 那OPEC怎麼會鳥美國 我幹嘛增產很多 對啊 你看美國 我們曾經說他還不堅持 現在每月都要去跟人家講 以前都抓破面 現在是說棄伊朗是多少 所以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旦對俄羅斯 實施石油禁運令 俄羅斯的這個缺口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補起來 沒有那麼多 可以代替俄羅斯的 1千1百多萬桶 不可能 雖然情況之下 油價是肯定要漲的 油價標的話 就剛剛大家講的 大家最擔心的 就是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什麼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就是經濟往下掉 稅率往上升 稅率往上升 老百姓的收入就往下掉 那當然就沒消費 所以就一直停在那邊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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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賣賣賣就是你任何 中央銀行的一個金融政策 以及財政部的一個 所謂財政政策 完全都沒有效 你就整個七四都賣賣賣賣賣 這很嚴重 但是物價還一直在漲對不對 我們沒有消費力 但物價還是一直漲 對 所以說 我們現在最怕就是怕說 你像包括現在美國 美國現在已經 美國人加不齊油 因為它現在美國在地的油價 已經超過2008年的油價 哪有可能 連柴油最近都漲了50% 那卡車司機要加柴油 那我只好把這些轉嫁給你消費者 你消費者這兩年的收入又減少 你當然就消費不起 那你說為什麼 那你說為什麼 現在只有120幾塊而已 跟147塊還差那邊 你想想看 14年來的通貨膨脹 那些間接的會用公角加上去 就上去了 所以大家最擔心的 就我們昨天講的 1970年的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那1970年10月的時候 因為以阿第四次的一個戰爭 就是以色列去攻擊阿拉伯國家 那時候的美國總統叫尼克森 他捐給以色列2.2億 所以歐米斯亞國家 整個聯合起來 對美國禁運 對以色列的同盟國 包括加拿大 包括像日本 包括葡萄牙 全部都石油禁運 那有夠嚴重 後來因為尼克森的水明 水明事件就下台了 那副總統福特就上台了 福特就 他就自己就在美國 創了一個運動 那這個運動叫 WIM運動 就是說大家拜託 節省能源 大家儲蓄 就沒錢要對儲蓄 比較省 對不對 而且美國的汽車希望 限速在55英里 你要限速 還不能開太快 這樣才會算油 真的沒有油 它就沒有特別 那時候美國還不是開 因為美國有出油 但是它沒有開材 對 甚至有養雞戶 那個雞賣不掉 因為價格太低了 乾脆讓雞全部淹死掉 所以說有夠嚴重的嚴重 所以大家想要再過那樣的生活嗎 那一波油價據說是從3美金 一路漲4倍漲到12美金 被稱為第一次石油危機 對 那第一次石油危機 那第二次就是78年79年 那石油就不要到世界之外 更嚴重了 那我們來講 這一次美國這樣的一個 對俄羅斯加緊的一個 因為國會已經通過了 制裁 其實是歐美不同調的 第一個反對消資 我笑之後 他昨天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 嚇到拜登嚇到 撤去掉了 他說真的要救大人死 你美國沒關係 我賣誰 我的天然氣 50%是靠俄羅斯 我的煤礦 50%靠俄羅斯 我的石油30%靠俄羅斯 整個歐盟的天然氣 40%靠俄羅斯 整個歐盟的石油 25%靠俄羅斯 那你美國才多少 才3% 你美國去年採購 俄羅斯才3%的石油 你真的3% 真的自己補就補 補了 你真的救大人死 有夠夭壽 所以我們來看看 看多嚴重就好了 所以西方國家 因為石油經驗令 現在已經不同調了 可能已經在內部 產生矛盾了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國會通過 只是要給壓力而已 可是美國說 就算歐洲不同意 我也要實施 你實施就你實施 沒關係 因為沒有人要插你 說真的 你以為你是老大 我跟你說 沒有一個體質出來 老大做不成 我們來盤點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的一個美國 他後來應該會成為大贏家 我們以歐洲來講 那本來歐洲進口的一個天然氣 是三個地方 卡達 俄羅斯跟美國 這是去年2021年 但是今年才多少 才兩個多月三個月對不對 美國已經超過卡達加俄羅斯 已經超過一半了 那天然氣也是一樣 那天然氣呢 所有佔70% 現在美國也是超過了 兩個加起來超過20% 所以你說沒辦法 美國現在當然就好死 好死 他現在在看 還有國會議員也看說好死 好死 但是對其他人說 是死我不是死你 對不對 你都不用怕 所以對德國來講 他還有一個隱憂 德國去年就想說 我要什麼綠能 綠電 他就要把德國境內 最後的三座核電廠關掉 他跟法國買電 你知道有時候 自己不要用核能怕死 全法國買電 然後全部用天然氣 然後減少煤礦 結果把煤燒煤的一個火力發電廠 也慢慢慢慢關掉 他說現在下去 你臨時 你美國 你永遠要開 要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你要補我的缺口也不可能補 那難道你叫我再重啟核能嗎 你難道叫我又去把那個 那個火力發電廠再打開嗎 那德國燒煤後面就賣掉了 所以他嚇到沒力就是這樣 好 這就是死豆油 無死賓豆 我們回來講 但不管這個經運令會不會實施 油價持續往上走高的趨勢 到目前還沒有改變 之前外界看到150 現在看起來150 應該是很快就要看到 甚至現在喊到200 俄羅斯喊到300 那我們知道油是航運的最大成本 特別是航空 對 所以油價一路飆高 航運股怎麼辦 航運股是最大的利空 第一個 航運股的一個石油 它的一個油佔它的成本 超過30% 另外它沒辦法去規避 為什麼 比如說我們現在家裡用電 你們開車用油對不對 政府補貼 所以你不感覺 問題是你飛機到別的地方去加油 是用美金去護管的人 才不會補貼你 所以這是硬幫幫的 另外你說我要轉嫁給你 阿關你上次去美國來回3萬塊 現在要4萬5 你馬上游客少一半 對不對 你飛機就不可能 外資繼續買 對 阿關 其實我們從這個K線圖 就會看出來 第一個從22.75到31.95 我們以華航來講 漲了45% 那這45%裡面兩大主力 一個是投信 一個是外資 投信沒辦法走 投信這次旺旺不知道怎麼走 外資已經走很多在這裡開始走 你看他成本 他成本在這裡對不對 成本在這裡 成本在這裡 大家解僱起來 外資很浪費 現在再來 他家投信 你一定要抬轎讓我出 因為你如果沒有勾到一半以上 你沒辦法出 你現在三個月了 你先要做帳 不然你就要交掉錢 我去會抬轎讓他出嗎 對啊 那我們要上轎嗎 你可以啊 你短線 現在是比誰快 手腳要快 這是搶反彈跟搶銀行一樣 我們常常講的 不管警察有沒有來都要跑 有抽多少算多少 那如果航空可以搶的話 海運可不可以搶 海運一定可以搶 海運用的是柴油 海運不是用石油 所以他的成本 而且他轉價比較容易 對 所以海運可以搶 航空也可以搶 但都是搶短嗎 對 但航空更短 海運就看他的配息 就14號15號這兩天是關鍵 如果說30 23塊出來 我告訴你 他還會再長 好 315是長榮的法術會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來投一下票 油價一路飆高 我們也不知道要漲到哪裡 但航運股 油價對他而言 是非常高的成本 所以我們先來問航空 航空在短線上 到底能不能搶短呢 外資雖然站在賣方 但投信我們可能 就像憲哥所說的 得抬轎呢 被迫抬轎 航空要不要搶短 請舉牌 好 我們看 有 有五票都說不要 只有憲哥防中間 然後搶得非常短 那海運的操作策略也相同嗎 海運能不能短線做多呢 做短多 至少先做短多 就不一樣 1 2 3 4 5 6 6票圈 來 長馨 我想在今天也是一樣 航運被打下來之後 大部分就算估算殖利率 所以我認為在3月14 3月15 這個公布之前 都會有這樣的想像空間 股市就是漲在想像空間 所以我認為這兩天 如果打下去的話 都是比較好的買點 但是這兩天 就算了 在整個風景 這兩天 都會有小型 這兩天 在這幾天 都會有小型 會有的 用 有小型 可以嗎 感谢观看